80. 華僑報 與貴大汗 泰農教府 2015年7月18日國際十二萬谷徐北中新社萬谷7月17日電 中新社記者符永康 泰國巴吞他尼府鄉下 五十七歲的仲叉卷著褲腿而站在一片水塘中 他不時揮動手中的竹竿 趕著身邊的鴨裙滅食 往年這個時候 水能活過這類 你看現在才到這類 仲叉彎下腰子了指自己的塞該和腳撥 記者看到 水塘中已露出幾片泥土 養殖長老闆六歲的兒子正在慈同女換傻 仲叉說 鴨子喜歡在水裡找魚蝦 可如今到處缺水 每天都有三四隻鴨子死去 養殖長原本有二千隻鴨子 如今只剩下一千多隻 鄰居們的稻田也減產了不少 現在日子不好過 我們都要哭了 六月至十月原本是泰國傳統與貴 而今年 位於中南半島的佔羅大地 卻遭遇多年來罕見的持續汗災 眾生社記者十七日從曼谷黃北區車約五十公里 沿途漢島巴吞他尼府遍遍農田 可走進地頭 卻發現一些水田已經變成了汗田 對於田災 泰國農民除了舉行各式其與儀式外 只能的希望於政府鎮災 泰國負責經濟事務的副總理 比迪亞通親王近日指出 全泰國共有農田一千零百萬公頃 其中部分農田推遲耕種 在已經種植水到的一百二十八萬公頃中 若有百分之五十六的農田面臨汗災問題 他建議農民或井蓄水 並承諾政府將予以撥款支持 官方數據顯示 2015年上半年泰國農業經濟總量同比縮水百分之四點二 泰國農業部門表示將嚴密關注汗情 預計下半年農業產量營將有所下降 面對汗災 泰國輿論對於去年上台的軍政府都有批評 呼籲當局採取更多實際措施 不過 泰國商業部長拆差上將稱 汗情雖然嚴重 但能拉台大米銷售價格並給農民帶來實惠 對於這一說法 當地商界人士顯得半信半疑 作為全球主要糧食出口國之一 泰國農業減產不僅讓該國農民叫苦連天 也引起國際經濟界擔憂 世界銀行住泰高級經濟絲巴比赤特指出 乾旱危機可能對泰國經濟帶來短期風險 泰當局應採取更多措施幫助農民 在首都曼谷 人們除了擔心商場貨架上大米價格的變動外 還對城市供水顯得格外敏感 近期 供水僅能維持一個月 美南河海水渡灌 純淨水供不應求等消息不敬而走 曼谷供水部門增多次發布警示消息 不過每次有撤銷通知 記者在曼谷黑塗黑區多個商場看到 貨架上飲水供應充足 並沒有看到傳言所說的搶購潮 在曼谷一家旅行社工作的陳先生 自幼在泰國生活 他說 這次寒災的確很嚴重 不過曼谷等大城市的供水應該沒有問題 許多外國遊客好像也不擔心這個問題 他認為旱災不會給泰國旅遊業帶來麻煩 實際上 曼谷近幾日也一度烏雲密報 並下起了幾場小雨 不過卻遠遠不解渴 泰國氣象局十七日雪 未來一周泰國降水量有望增加 部分地區可能有暴雨 人們期待 這場已經持續數月的旱災盡快結束 讓東南亞涼倉走出雨季鳳汗的困境 我覺得可以 efficanced 旱災盡快結束 中溫